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亲眼看到此等现象 一定会惊掉下巴 你或许在想是不是某位上仙成功杜劫了 成功晋升为上神了 因为几乎每部国产仙侠剧的剧情都是这么写的 这也不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某段开篇场景 更不是某位大师用软件特效制作出来的 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天象 2021年8月9号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麦克唐纳天文台 捕捉到一副极罕见现象的画面 繁星点点的夜空中突然出现一大片红色闪光 它们又像是一个个独立的闪光个体 从下往上扩散 下边小而清晰 上边大而模糊 同一时间天空上还出现了一条真状绿光束 光束十分耀眼 似乎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露出了明亮绿色的天空底色 两种超罕见的现象竟然同框了 这算得上是罕见中的罕见 天文台 相机能捕捉到这种的画面实在不容易 画面中的真状绿色光束 其实是鹰仙座流星雨中的一颗 比较明亮的流星 鹰仙座流星雨的模体是斯维夫特塔特尔彗星 斯维夫特塔特尔彗星的轨道周期是133年 每隔133年接近太阳一次 外表面被阳光温度融化 散落大量碎片 形成一片范围巨大的碎片区域 当地球通过碎片区域时 地球上空就会迎来壮观的流星雨 1991年因先座流星雨爆发 每小时流量达到400颗 画面中射向太空的大片红光束其实是红色精灵 红色精灵是一种发生在机与云上方的大气放电现象 并且和雷暴现象一同出现 雷暴在下面轰鸣 而红色精灵却在上面射向太空 怪不得有人看到红色精灵后惊叫 哪位大神在杜劫飞升 其实根本不是 麦克唐纳天文台本来就是为了捕捉壮观的阴仙座流星雨 没想到却捕捉难得一见的画面 红色精灵有大有小 大的直径可以达到50公里 然后直插夜空 甚至触碰100公里高的太空边缘 小的直径只有几公里 看起来如同一颗种在天空上的仙草 红色精灵上不大 下不小 有的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在海洋中游泳的水母 所以有人将它称为红色水母 红色精灵的生命极其短暂 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 因为它的存在时长最多只有0.2秒 有的甚至只有0.08秒 肉眼都有可能发现不了 只有高速相机才可以捕捉到 画面中的红色精灵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晰 但之前的很多清晰照片显示 红色精灵上半部分为红色 下半部分为蓝色 存在时间又极短 如同鬼没一般难以琢磨 故人名曰红色精灵 红色精灵由闪电引发 当云层下部聚集大量负电荷时 那云层上部就会积蓄等量的正电荷 于是电离层和云层顶部间形成强大电场 吸引着电子向上移动 大量电子与空气气体原子相撞 激发红光 这就是红色精灵现象 不光是红色精灵 天空还会产生蓝色喷射流 那是一种看起来比红色精灵更壮观的 但产生原理跟红色精灵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们都属于高空大气 放电现象 2019年8月25号晚上 台风白露消失后 浙江绍兴出现了最为璀璨的蓝色喷射流 这短暂的一幕竟然被中国摄影爱好者 沈超捕捉到了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一张天象照片 照片中的蓝色喷射流真的是颜色多样 下部为亮白色 渐变成紫色 再是粉红色 最后才是红色 2021年8月3号 墨西哥一位风暴追逐者 罗布尼普 本来是为了捕捉红色精灵 没想到摄像机捕捉到更为神秘的天象 在科学界 这种天象的正式名字为蓝色喷流 它看起来呈细锥形 就像是一个正在向上喷射的蓝色喷犬 从机遇云的顶端开始一直喷射到近60公里高的电离层边缘 蓝色喷流天象很少被人发现 比红色精灵还要稀有的多 全球关于蓝色喷流天象的照片不到100张 关于它的相关研究也并不多 科学观测结果显示 红色精灵现象极其短暂 0.1秒都不到 眼睛还没有看清楚就没有了 红色精灵由雷暴现象触发 但是蓝色喷流不一定跟蓝暴现象有关系 有的蓝色喷流可以持续到1秒 看起来比红色精灵更璀璨更明亮 蓝色喷流显得越加神秘 在阴雨天气中 高空中机遇云因为互相碰撞 遇冷冻结和冰晶破裂等运动而产生了电荷 云层上部出现正电荷 云层下部出现负电荷 云层上部的正电荷与距离地面60公里以上的 带负电荷的电离层 形成强大电场 电位差可以达到30万伏特 比人类当前所使用的电压差要高数百倍 这就像物理学中所说的电容原理一样 一级带正电荷 另一级带负电荷 它们中间的电介质就是空气 在阴雨天 当空气变得潮湿时 空气就会被强大电场所击穿 但正电荷的电子通过空气向电离层移动 知道电子的移动速度有多快吗 以每秒60公里以上的速度向上移动 高速移动的电子与空气中氮气分子发生剧烈碰撞 氮气分子被激发出蓝色光谱 可以让6000立方公里体积空间都发出蓝光 制造出神秘而又美丽的蓝色喷流 1989年 航天飞机上的摄像机首次记录了神秘蓝色喷流 很快科学家就将它电一程式顺态发光事件 1994年 科学家用飞机上的高灵敏度照相机首次记录了蓝色喷流天象 便于2001年9月 在波多里克的上空拍摄到超大的蓝色喷流 这次的发现让科学家对蓝色喷流的产生原理和放电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现有的对蓝色喷流的科学解释太过于片名了 因为科学家发现强冰雹和强台风容易触发巨大喷流等现象 2019年台风白露通过浙江绍兴后 天空出现了非常美丽的蓝色喷射流 为了深入研究蓝色喷流现象 2018年 欧洲航天局和美国航天局不惜花巨资将大气空间相互作用监测器 送上了国际空间站 而它也不负重磅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至少记录三次蓝色喷流现象 来自ASIM的一张图像显示 蓝色喷流从云层顶端喷到了52公里高空 总之 蓝色喷流是一种神秘天象 但它还是属于一种高层大气放电现象 它与红色精灵形状扁平的ELVES 顺态红色发光线条TROLL等 统称为高层大气闪电 多年来国产仙侠剧让人们从精神上脱离那些鸡毛蒜皮俗世的烦恼 享受在飘渺的天空之上 所以仙侠剧让很多人为之疯狂 但谁心里都清楚的知道 心下去那都是纯属虚构的 所以上仙在杜杰的这种说法 我们只能把它当成玩笑 一笑而过罢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